最近有一个话题很火,我看见很多人都在讨论,我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?我就先说结论吧,绝无可能。我国经济必然是长期向好的。虽然我们面对的各种困难,也是非常现实的。但毕竟经济是存在周期的。起起伏伏都是正常现象。我国现在只是处于一个产业转型的调整期之中。 未来经济面必定是长期向好的。但在这个经济转折期之中,你一定要明白,过去的一些逻辑已经改变了。现在是需要高度专业理性的角度,才可以谋求一个更好的个人发展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,我建议一定要稳字当头。毕竟在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,苟着不倒,才是真正的胜利。 我们下面就说一下国内的经济情况。遇见了哪些转型阵痛。首先现在全球经济都不好,欧美需求下降。这就导致我们的出口数据也有所下降。 7月13日,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。6月出口下降8.3%。然后再说说内需方面。 7月17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设销数据。2023年6月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万亿元。同比增长3.1%,略低于市场移植预期。增速比5月下降9.6个百分点。 大白话翻译就是,内需增速比上个月掉了9%。增长恢复的速度放缓了。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。毕竟大家手里有钱才敢多消费。 现在经济环境这么复杂。更多人都倾向于把钱存起来,让自己有备无患。 就是在这个心态之下,消费的增长就开始放缓。购房的人群也明显的减少。 今年上半年,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8,550亿元。同比下降7.9%。 其中住宅投资44,439亿元,下降7.3%。 同时最近央行对全国50个城市,2万户城镇储户的调查显示。 未来三个月,16.2%的居民打算购房。 这一比例低于今年一季度的17.5%。 传统增长的点已经增长到头了。 现在说投资的话,已经不是过去那种闭着眼睛买房,就可以赚的情况了。 年轻人失业率现在也越来越高。 连续三个月达20%,达到了五年以来的高点。 但是以上这些,能说明我国经济不好吗? 因为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进行客观和综合的对比。 一个参考数据,这是五月份各国外贸数据。 美国同比下滑7.9%。 欧盟同比下滑了7.03%。 而其中德国出口同比下滑10.6%。 日本同比下滑10%。 韩国同比下滑15.2%。 越南同比下滑17.9%。 印度同比下滑7.5%。 对比了全球数据以后你才能发现,实际上我国出口8%的下降并不明显,而且还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。 而且就在刚刚最新出来的数据显示,我国二季度经济增长6%,也就是说,实际上我国虽然现在面临转型的阵痛。 但是经济的基本面远远比很多恶意畅衰的人,要想象的好得多。 那既然经济形势还可以,为什么很多人又感觉生活和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呢? 其实我们看一下出口的变化,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看看下面两组数据。 上半年,我国机电产品出口6.66万亿元。 同比增长6.3%,占出口总值的58.2%,同比提升1.4个百分点。 以电动载人汽车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,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,同比增长61.6%。 传统那些衣服、鞋子、小商品,不再成为我们出口的支柱。 而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科技产业,正在成为我们出口的新支柱。 所以看起来我国好像出口没有大幅的增长。 但实际上是因为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质变。 外观看似平稳,实际内部发生着剧烈的一生一降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基本面,现在放眼看全球。 也是很不错的。 但现在处于中年的朋友,却刚好就属于上一波。 这些人他们的思维和传统工作积累的经验,恰恰都是在产业链较低的传统行业里面。 我国要搞产业升级,要把国家打造成高科技强国。 所以这些低端行业自然会逐步地走下坡路,或者说被更高科技的生产方式给取代。 但是对于那些正在身处这些传统低端行业的朋友,确实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。 都说经济发展的还可以,但自己却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。 我说一个明显的例子吧。 现在国家对于炒房的态度,就是坚决不在旧市。 这确实是完全正确的。 但是大家想一下自己周围的人,多少是从事建筑相关的工作,有多少是这条水泥经济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。 现在高增长的新三样,新能源汽车,锂电池,光伏,这些产业确实正在高速发展,有很大的红利。 可是很多做传统行业的人,他不是说分分钟就能转型过来的。 所以对这些朋友来说,他们感受到的就是经济的不容易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,我国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的关键原因。 因为你去看我国出口的产业变化。 你就会发现正如我所说的,低端产业比例不断的在下降,而中高端的比例正在飞速发展。 日本之所以会存在失去的30年。 那是因为日本它不是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。 就算一个社会存在经济泡沫,在泡沫刺破以后,也可以重新再发展起来。 但是日本经济为什么没有再发展起来? 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。 很多高科技领域美国不让它搞,它没办法,只能原地停滞。 而我国这方面是不断突破的。 我就说下相关的案例,给大家感受一下。 据央视报道,今年一季度,宁波口岸电动汽车,太阳能电池,锂电池。 出口分别增长143.4%,22.8%和145.4%。 深圳口岸的电动汽车,太阳能电池,锂电池出口,分别同比增长13.8倍,85.9%和75.3%。 而从生产端看,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,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.2%。 新能源汽车,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品产量,分别增长22.5%和53.2%。 在这些地方,当地的从业人员并没有感受到经济不好,人家感受到的是收入不断的暴涨,但对很多绝大多数在传统行业的朋友来说,确实就感受不到这些发展,更多感受的是转型的阵痛和迷茫的焦虑,所以这种情况下,如何调整自己就已经很清楚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